1月3日 创作歌手冯大彤 来到商台 冤传新推单曲歌演唱会 他透露三月份演唱会的歌项工作 仍在筹尾当中 因为好久没有在港开秀了 所以很期待和大家见面 挺顺利的 就是已经想好家宾 想好我们大概会 做什么样的合作 然后歌单也差不多想好了 所以这一次 也是蛮久吧 三四年没在香港开 宏安的演唱会 所以很期待 希望大家有空就来 聊到演唱会的话题 难免提及刘德华腰斩演唱会仪式 大同表示对此深感可惜 并预约对方送上祝福 至于平常有没有保养生态的秘诀 他就指 只能说多喝水吧 早点休息 这个是 对 就是这个艺人上 可能有时候还是比较难避免的 就是常常忙碌 所以不一定能说完全照顾好 自己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适应啊 日前 古天乐还有现身 赤沙乐团流行榜 颁奖典礼 并颁获 我最喜欢南哥小大奖 并预想举办一个 独立性 认受性的 音乐颁奖典礼 作为音乐人的大同 对此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 我觉得颁奖礼 独立音乐 类的颁奖礼 也是一个 反正我觉得总之是有 鼓励音乐的事情 我觉得都很不错